各位同学,我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到我们的sharding server 是一个把数据可以分到不同的服务器存储的一项技术 那我们这节课就来具体的来实践一下 第一步呢,就是启动一个配置服务器 它的sharding的config server 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MarcoDB instance 它也是指定我们fork,然后logged path 然后我们的part,还有我们的dbpath都一样 这是我刚才新建的那个文件夹 但多了一个参数,就是这个 横杆横杆,config server 来指明它就是一个config server 不是一个普通的数据库 它如果是第一次它创建 这个是个新的目录 它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第二步呢,就是来启动我们的mongo s 这个mongo s啊,不是芒果d咯 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刚才提到那个router 或者说就是,它来转发我们的查询的服务 那它要怎么配置呢 它也是有一个参数 它叫config db 那就是我们刚才起的那个,对不对 要12339 但它也要fork,它也要part 然后这12338吧,好吧 就是我们的mongo s 它就一样也是要指定一个log path mongo s 就启动了一个我们的router mongo s 那怎么连呢 就像连一个普通数据库一样 mongo s pot 它是12338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提示符啊 就是mongo s了 好,那应该就是看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router 也有了config的服务器 那怎么办 那么还要再启动几个 mongo db instance 来做我们的shard 对不对 好,那我们刚才呢 我就启动了两个shard 就是两个普通的mongo db instance 一个在12336 一个在12335 给大家的集中的看一下 那我就mongo d了 mongo,grap mongo 大家会发现啊 现在呢就总共有 第一个不管 这是我本身的 默认的那个mongo db的service 那这个mongo d 是我们的config server mongo s是我们的router 然后两个shard 这是shard1,shard2 好,那我们 其实现在它并没有真正的 我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需要把它来连接一下 我们连接一下 我先连接一下我们的12339 就是我们的router mongo s 进来之后怎么办 我刚才错误操作了 应该是连我们的12338 什么的router 12339是我们的config server 这些是我们的router 然后sh 然后sh addshard 这里边就放我们127.0.1 然后我们刚才新建了两个 对不对 12336 加进去一个 加进去一个 这是我们的shard 0,0,0,0 再加一个12335 其实可以两个一起加 多少分给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两个扇的 就被加进去了 但这没有完啊 因为不是所有的数据 它默认都是enable扇的 它其实是 我们只有这数据上偏大的数据 才要扇的 对不对 因为小样的数据 我们不扇的 当然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些不做shard的data 它可能是一些独立的collection 放哪儿 就是一个primaryshard的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有空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没有不做shard的data 就只放在primaryshard里边 给这个router来存取 其他shard不存这个 你不做shard的data 那我们还是用我们的麦子吧 然后我们还要再enablecollection 那我们怎么做 是db.in enableshard 这个database的名字 就把我们的这个麦子 给enableshard 然后我们还要enablecollection 就把我们表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再enableshard 定一下 enable shardcollection 这里边怎么写呢 就是database名 点你的collection name 我们先把students 我们学院以后 壮大了 要有一个学生 把这个students 这个collection 给shard一下 你不能指这么样 你还要给他指定一个shard key 因为我们前面 就是讲过了 你是根据什么东西来shard的 那我们根据年龄来shard的 好 这就是在我们这个 把我们等于 把我们这个students 这个collection 做了shard 它会平均分配到 我们的我们那两个shard里边 那我们得试一下 刚才啊 我写了一个循环 网数据库里 插了好些记录 示范条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b.students 有10万零五条 那我们想知道它到底怎么分布的 怎么看 sh.status 这里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麦子学院啊 这个数据库 它的primary这个shard是shard0001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杀定的话 那些data 不杀定的data 都会在这个shard0001里边 然后呢 我们Mathstudents的shard key 是这个年龄 h 它怎么分的啊 从最小值到0 放到shard0001里 从0到80 放在shard1里 再从80到最大 再放到 也是放到1里 就是这样一个分布 其实非常的不合理啊 这以至于就是说 我几乎刚才创建的所有的数据 全在0001里面 对不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只有小于0的那些年龄 那我们去连一下这个 只有这一个 负20岁的人 在我们这个shard里面 而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又十万有四个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通过一个规则 把这个数据 给区分开了 对不对 当然了 这里就推荐大家使用那个 建shard key的时候 使用这个hashed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分布 因为现在是整形的一个 range的一个分布嘛 其实你建shard key的时候 原来不是a-1吗 改成a-hashed 就可以了 就可以根据这个hash值来 来做一个分布 那我们选择什么字段 来作为一个hash key呢 其实age就是个好 比较好的字段 就是 它不经常改的 年龄不会经常改 定了就定了 该多大就多大 对不对 或者比如第二号码 但有的时候你图懒 就用id也非常好 因为 它一直放进去之后不改 而且你还经常使用它做查询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拿出去 都通id来拿 就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 hash key 当然具体你怎么做 怎么配置 就希望同学们能够 还是广泛阅读 然后多多实验 然后我希望今天 同学们的课问回去之后呢 把这个 就是这个hash的 也配一个shading 像我这样配个shading的集群 然后使用hash的p 然后也是 我们的学生表 看看它的分布 或者怎么样 好 这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